欢迎收看小明星 我们来看到反对IS口部攻击 全世界一起来了吗 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卡特说 他要派200位特种部队 去抓IS的首脑 而且传出说包括英国 包括连德国也会跟进 另外还有 最近土耳其的总统 非常的不高兴 因为世界的舆论直指说 这是因为土耳其跟IS 买便宜的石油 买了之后再转卖 从中获利 你根本没有在打IS 对此呢 土耳其总统说 我哪有 我根本没有 我还愿意因为这件事情 下台负责告诉你 没有这样的事情 除非你证据拿出来 真的有证据吗 这个证据是不是可以 堵土耳其总统的嘴巴呢 今天各位来宾 自信媒体演胡孝成 大家好 国际情绪主持人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医生史记者邱建一 文耀好 大家好 免理共同者康仁俊 文耀好 大家好 军情航空网站 左边是夏威 文耀好 各位观众晚安 我们待会儿来看到 美国即将要抓IS的首脑 轰隆枪响不绝于耳 美国日前成功起始IS 在伊拉克哈维甲的大本营后 二号决定在扩大反恐行动 计划部署约200名特种部队人员 赴伊拉克猎杀伊斯兰国首脑 白宫已在10月派出50人的特种部队到叙利亚北部 但眼看伊斯兰国势力高涨动作不断 因此决定在增加特种远征攻击部队 壮大反恐力量 协助伊拉克和库德图战士 对抗伊斯兰国 同时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单边任务行动 美国大呆追杀 隶属失业派的武装团体 真竹旅也不甘示弱 扬言要和美国特种部队一较高下 只不过他们的对手或许不止美国 在反恐联盟逐渐成型下 英国议会也在二号投票决定 是否该出动皇家空军 轰炸伊斯兰国 如果投票表决通过 亚克罗提利地区的皇家空军基地 而德国内阁已批准决定 参与攻打伊斯兰国任务 但不会出兵参与空袭计划 好了 有的国家说他不出兵 可是美国他出动特种部队 那老师请问特种部队 真的会是一个关键因素 真的有办法把艾斯的首脑给抓起来吗 除非他的情报非常的灵通 要很标准的意思 对 情报要非常的精准 而且要及时 而且要有效 还有就是说 对于他的整个作战的行动 跟计划 跟撤退路线 都要做得非常的周密 另外还有他的这些 这些协助的攻击面 这个部分都要做得很完善 别的地方要支援他的意思 对 要支援得很完善 为什么 因为当你掌握到情报 而且你必须要核实这个情报 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 有的时候是对方是 也可能是双面谍或是三面谍 骗你的陷阱 对 骗你的陷阱 让你把特种部队投进去以后 去活呆你的特种部队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他们的情报核实 就变成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 我要确认这个情报 是为真或是为假 然后确定情报以后 然后只掌握了 这个IS的首脑人物 然后在哪里活动 然后这个时候 把特种部队要投进去 特种部队投进去的时候 你本身对他的资源作战 还有就是他如果成功 或是如果失败 那么你把他撤退回来的 这个撤退路线 都要做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一位特战人员 被当地的 例如说被IS俘虏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会很严重 所以他们在作战这个部分里面 那他是一个很强的作战能力 但是问题是效果 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他会给IS的这些首脑人的 这些人身安全会增加牵制的作用 说有人要来抓我了 我特别小心一下 对 他会牵制他 牵制他 他们这些首脑人物的话 他本身的移动 他就要增加更多的隐蔽性 那他这样的情形 如果能够减少他的指挥的灵活性 那基本上对效果还是会有帮助的 所以特战部队的确是有功能的 但是特战部队没有办法改变一个战争 也没办法决定一个战役的成功或是失败 他只是一个有洗扰 攻击渗透牵制的功能 但是他本身不能够决定这个战役 或是这个战争能成功或是失败 他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最近土耳其总统情绪起伏很大 我们有误会他吗 你觉得 可是我记得之前赖老师就有说过 就抓到土耳其总统的儿子 跟艾滋有顺不是吗 对 因为这个是土耳其他们自己的照片 他们的杂志公布的 他们的自己的 土耳其自己的杂志公布 但是我们怀疑 这个杂志的情报的资料来源 也很有可能是 俄国的情报人员供应了也不一定 但是至少是在土耳其的国内的杂志 公布了这个总统他的儿子 总统就是艾滋温他的儿子 他本身跟这些IS的这些油商 还有他们的首领 在餐厅聚餐 勾肩搭配 然后感情很好 而且不只是一张照片 很多张照片 这样的情形下都被公布了以后 所以就高度被怀疑说 他们是不是跟这IS的石油商有联系 因为大家都一直知道说 IS的基本上的经费 主要来源是来自于石油的买卖 那大家也都知道 它的石油的黑市里面的交易额 以前我们一直强调四分之一 例如说在100块美元的时候 说是25块 现在大概是15块到20块左右 好便宜 对 那也因为石油降价了 石油降价以后它也跟得降 但是即使石油现在只剩下 40到50块一桶的话 那它卖出去是15块到20块 那利润还是很高 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 估计每一天至少是赚100万美元 厉害 100万美元不少 好 那他们的确定的路线 是认为说 就是往这个 我们讲的阿勒普这条 北部的这条公路 也就是土库曼 土而其人 后一所控制的这条公路 从这个地方直接运到码头 从码头里面直接出去 而且俄国普丁公然指控的是在哪里呢 说它是用工业化的生产路线 也就是说并不是秘密的 一个油罐车 两个油罐车偷偷的盗卖 它是属于一个 整个你等于是一个产油公司 这样子生产油 因为一天六万吨嘛 对 一天六万吨这样子输送出去 所以俄国拿出来的证据是说 你看我把它的油 整个油罐车的整个通路 我把第一辆跟最后一辆把它击毁 然后让他们困在这个整条公路上的时候 然后再用这个战斗机去 再用轰炸机去扫射 所以你看他一下子打死 打那个急掉了几百辆的这个油罐车 他说你怎么可能土耳其眼睛看不见 那几百辆的油罐车 从IS这边直接运到你土耳其的码头 你会看不见吗 所以土耳其总统现在嘴硬而死不承认 土耳其的总统就是说 我哪有五 如果我有的话我下台 证据拿出来 证据拿出来 他一直说证据还不够是这样的 那他说如果你没有证据 你要不要跟我对赌 你要不要下台 他跟普林江对抢 但是现在的情况 这个艾杜恩他这样讲了以后 其实我们就在看 看什么呢 看这个俄国的情报单位 什么时候把这些证据资料 送给土耳其的媒体 因为艾杜恩有他的反对党 反对党或是他们的媒体 如果曝光出来了以后 而这个资料证实有效的话 你艾杜恩要不要迟迟下台 好 这样的情形 也给美国带来困扰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原来是支持艾杜恩的 美国一直挺土耳其 说你攻击有理由 你打掉有理由 北约本来也是这样 可是美国一看 怎么北约的这些欧洲的盟国 都不吭声呢 北约欧洲盟国都不吭声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这个欧巴马 美国总统的态度转变了 说都不要再差了 他态度软化了 他态度软化了 说我们是不是一致来打击IS 伊斯兰国 我们是不是土耳其跟俄国 是不是不要再争执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我都加码派兵打IS 对 我们是不是一起来打 我带同坐了 但是普丁的态度还是一样 道歉 逞兄 赔偿 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道歉 逞兄 赔偿 好 那现在土耳其的总统 已经跟普丁已经要对赌了 所以你拿出证据来 如果有我就下台 好 这个时候突然间安倍晋三 他要去巴黎参加气候软化风会 我们都知道这次的气候软化风会 其实非常的重大 大头很多 对台湾影响也很大 是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次达成决议的话 那也就是说温度要降到什么呢 降到工业革命前的 再往上加两度 只能两度而已 对 只能再加两度 这样的情形下 那开发中国家 跟以开发国家的责任承担不一样 限制很多 对 再生能源的要求也会不一样 这个情形 当然我们台湾也要高度重视 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 能源的投资一定要增大 但这次题外话 安倍晋三要去出席这么重大的 一次峰会的时候 之前他说 我可以当仲介 我可以来调和土耳其跟俄国 他啊 这事情不是欧巴马应该要做的吗 因为欧巴马原来挺爱度恩 欧巴马不做 不调停 没有 他不肯调停 因为他挺爱度恩的时候 他表明立场 他就不是中立 不是中立的话 那他就不可能做调停 那我们在上次跟各位观众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说需要一个调停人 但是中国大陆不愿意出来调停 因为为什么我们有讲过 红旗电方导师 本来不是土耳其要跟中国大陆买红旗吗 买红旗导弹 然后电山导师改来改去了以后 后来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出来调停 这个时候安倍晋三他想说 我是世界第三号的经济大国 他说我要出来调停 可是连日本的媒体也都觉得难度很高 我也估计难度很高 到时候两边不讨好 两边都变成敌人 那对安倍晋三来讲 想想划不来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安倍晋三没有跟普丁 也跟爱度恩 他们彼此之间有会面 有商谈 这表示什么 表示他可能放弃这个仲介的角色 来点不一样 我们来看普丁的八卦 听说普丁的女儿 爱上我们台湾的男生 之前还到台湾来过年 普丁的女儿爱上台湾的男生 怎么叫八卦呢 这好事 所以是事实 不是传言假的 这是媒体写的 因为媒体引述了我们前国安局上校 李天多李大哥的说法 他说在三年前的时候 国安局他有一个同事 他那个儿子当时在莫斯科大学在念书 念书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普丁的第二个千金 普丁有两个女儿 你是说艾卡琳娜吗 对 艾卡琳娜 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右边 那是右边吧 右边那一个 右边就这一个 其实这两个都还蛮正的 他长得好像他老爸 那个鼻子这一管 我跟你讲 你说人家女生像爸爸 基本上是温馨的 但是本人会翻脸 所有的女生都说 我是独一无二的 那这一个妹妹 我叫她妹妹应该不回国 因为她28岁而已 你刚才有认识吗 我当然不认识她 那这个28岁的妹妹 听说当时的时候 在跟我们台湾的 身高180几公分 20多岁的 长得俊秀 超帅的 就像小鲜肉的台湾男生 相恋 相恋完之后 然后之后 就2012年的时候 她那时候就来到了 秘密 来访 就是来到了台湾 过农历春节 是不是 对而且还住在那个 信仪区的五星级饭店 信仪区五星级饭店 也就那两间 不是W那一间的话 就军院那一间 两间其中一间 然后之后没多久之后 他就这样子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后来就非常的有点 没有什么结果 为什么因为 听说他回去之后 就嫁给一个富商 他马上嫁别人 也就是说这个恋情就催了 原来说普丁的女儿 到台湾来过 不过我们很想多了解她 她是做什么职业 或者是她最会什么 有没有等等 其实有没有 她从小一直在学体操 她也学体操跟舞蹈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说 其实她常常 我不晓得她是不是 因为爸爸的压力 这个威名在外 压力太大 所以她那时候 在国际间游走的时候 她用的是假名 她用假名 她的假名的话 她姓氏用的是什么 她妈妈的那个名字 难怪看不出来 但她名字用的是 普丁的那个名字 普丁的名字 她就这样把它拼出来之后 然后在外面 有没有 这样子四处游走 她做什么东西 她现在我跟妳讲 来头可大了 她是那个叫做 特技摇滚舞 世界联合会的副总裁 会跳舞 还世界摇滚舞 而且舞跳得非常非常好 那前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这段影片 有没有发觉 那个小个儿 那个金发 那个妹妹 就她女儿 这就是这个所谓的 叶卡琳娜 仪式 为什么讲仪式的 因为她很低调 那有没有发觉 她舞跳得非常非常好 有没有 虽然有没有 被这个男生两个人 这样子扮舞的时候 那男生长那么高大 可她跳得非常非常凝乎 你这样讲 普丁会难过 因为普丁个子不高 普丁不高没有关系 有没有 女儿长得正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妳讲 为什么她在做特技摇滚舞 因为她是一种 新兴的一种舞蹈 这种舞蹈的话 当然就是说 目前最兴盛的话 还是在那个 俄国这个地方 那现在目前 她想往全世界的发展 她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想说 那不就是一个 一个跳舞的一个女生而已嘛 错 我跟妳讲 她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大学有没有 科委会在里面认识 会跳舞又会做科学 对 所以你就知道有没有 这个女儿有没有 其实有没有 没有我们想象中这样子 就是一般我们认为 所谓的豪门千金啊 或权贵千金有没有 那个样子 除了会化妆美容 做SPA之外 什么事也不会做 其实有没有 她多才多艺 那当然就是说 后来我们跟台湾这个 男人的恋情有没有 告吹的话有没有 当然那是一种遗憾 不过我们还是要 祝福有没有 男生女生有没有 恋情各有所属各有发展 各有所属 是不是连普丁都有恋情 对 那普丁的话 就是我们都知道 2013年的时候 他跟他那个非常有气质的前妻 有没有离婚了 当时离婚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 你干嘛 你发生什么事情 马上又有人猜到说 你是不是有小三 结果就有这么一个 叫做卡巴耶娃 这个是一个 在俄国非常非常有名的 算是一个所谓的体操的皇后 也是体操啊 也是个体操皇后 都那个身段非常好的 我们看看卡巴耶娃 她的整个在体操场上面的 优异表现 包括她的身材跟美貌 我跟你讲 这个算是一时首选 那后来之后呢 结果最近有没有 这个女生有没有 因为过去一直传闻说 她帮普丁生了一个女儿 这样子 然后呢 甚至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那个俄国不是举行 那个什么 那个二战七十周年庆的时候 就是画面这个吗 就是画面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发觉 她穿了一个大红衣服 对 看起来像孕肤 遮住了这个肚子这个部分 然后呢 很多的媒体 我觉得媒体最坏 你知道嘴巴坏透了 就说什么 人家看起来有没有 你看卡巴耶夫看起来又有点老 而且还有一点臃肿 你说人家老就臃肿 这个是侮辱人的这样 搞不好人家那天 昨天晚上没睡好 最近吃很好 这样 所以还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呢 她那个怀孕 还有生小孩的事情 就越传越 越传越严重 说是普丁的种 对 就说是这个 她生了这个小孩这样 那最近的话 我们又看到有没有 我们卡巴耶娃有没有 在出席另外一个场合的时候 是最近的哦 哎哟 他卸货了吗 不能这样讲 人家卸货 搞不好人家有没有 在努力的做SPA 有没有 做运动之后 然后就把那个身上的这个 原来种种的这些有没有 这种肥油有没有 就剪掉了这样子 不可能 那样子看起来就像怀孕啊 你要有证据 我现在为什么不敢讲 陈润他有怀孕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 苏凯很厉害耶 已经有证据的意思 你在这样污蔑普丁大帝 我怕你被普丁大帝 飞到有没有 打到你身上来耶 所以我还是认为 今天有没有 我们要拿证据出来 传闻 他有帮普丁生了一个女儿 这是传闻 那目前没有看到女孩子 也不晓得到底是不是怎么样 那至少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那个卡巴耶娃有没有 现在的身材有没有 的确有没有 又恢复了过去那样子的 漂亮 那个修长的一个身材 这个容貌 那我们还是祝福他有没有 继续青春美丽 再来也是要有证据 我们来看到荷兰当地 他们在训练 在测试说 自己的这个坦克车 是不是有这个击杀 非常好的能力 他们做的方式是 在前面排 人肉盾排 就看看你 坦克车能不能杀得住 杀不住就出人命 这个通常是在汽车广告上面 你看得到啦 尤其电影里面 你会看到千军一法之计呢 这个车子急速开过来 滴到你前面的时候 啪停住 通常都在这个位置上面 像拍电影一样 差一点点这样 可是我们讲的是汽车 大家就能够接受 你知道 问题是如果冲过来是坦克车 我告诉你 怕也怕是 好 现在看后面上面 所看到 其实在荷兰 开门块的 你看总共有23个人 站在那个地方 后面坦克车这样开过来 怎么给它弄的 不好意思 刹车刹出了 好像还不错 对 这个ABS掛布警 你知道吗 你会看到大家回头 你看哎呦 怕死人 我来是一个坦克 就好也没给它弄到 你知道吗 这个是德国 他们这个鲍二坦克 德国鲍二坦克 其实非常有名 你知道吗 欧洲都已经被视为 叫主力战车 画面在开 那个坦克车 其实开很快 绝对不是快转 慢慢开 然后快转的方式给你 有没有看到 你看看它这个履带 所扬起的这个程度 然后急刹车 我觉得它 差一点又配电 它还是有点宣传的意味在 没有错 可是这个 这个影片其实非常非常的 让人家觉得印象很深刻 你知道 为什么 因为表示它的这个刹车性能很好 而且速度也很快 可是拿23个人命 在那里做人肉盾牌 好像也怪怪 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讲说 德国这个鲍二坦克 其实现在世界上 非常非常知名 你知道 那有一个国家 我们也要提一下 日本 怎么了 日本呢 他也觉得说 虽然你在日本 他只有自卫队 自己本身 不能够拥有军队 可是他的国防工业 能力也蛮强的 你知道 日本说 我跟你说 我们的日本也很厉害 你知道 讲到日本 大家都觉得说 你可能就是相机 还有这个什么 汽车很有名 跟军事 有点连不上起来 可是我跟你 他就厉害了什么 好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人家在测试什么 他们的这个 104的这个坦克呢 他的测试方式 也很简单 他直接在坦克的 炮管上面呢 放了两杯的红酒 要看酒杯会掉下来 你有听到一个防守阵吗 有 这一支防车阵 听起来怎么怪怪 但是他就跟你讲说 我这个炮塔在旋转呢 包含我这个炮 你看 这个车底在摇晃的 酒杯摆在炮塔旁边 有没有看到 完完全全的 还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 我的酒一滴 都不会漏出来 上面有装酒 告诉你讲说 我的防守阵系统 其实 防车阵系统 非常非常的好 炮塔再怎么转 酒都不会掉下 汽车广告也有这个 你记不记得 在那个车子上面 搞了一大堆的这个 这个酒杯 然后就开了 那个上面水 也不会漏这样 那结果日本讲说 我们技术很厉害 我跟你讲 德国 这时候也跳出来 真正厉害 在德国 对 我们刚刚讲是 德国的炮盒坦克 跟你讲说是什么 是这个测试它的刹车 这个自动力 对不对 现在给你发生什么 德国有名的叫做啤酒 来 有看到 看好 你有没有看到 你讲说你在 那个静止的撞在里头 那个炮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德国的 正面还得是行进间 有看到 米如都没给你噴出来 上面的白炮炮都还在 这个很厉害 它的炮管是稳定的 下面的车体是会移动的 没错 那个地形是高高低在跑 那其实它原理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用一个陀螺仪嘛 然后用陀螺仪去测 测你的这个所谓的角度的变化 然后再用这个所谓的电子 或者是仪器的方式 去帮你修正 可是你可以看到 暴热的那个速度 其实还蛮快的 你知道吗 所以德国人用这样的一个影片 而且这不是最近拍的 这很早之前 人就开心闭了 你知道 所以他就跟你讲说 我们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防震的能力也很好 那你日本的这个 只是静止间 我们是移动间的 拍给你看 那可是要讲这个 就一定要讲到这个俄罗斯 还有压轴的 俄罗斯嘛 很厉害 是坦克系列吗 有看到吗 飞起来啊 有没有看过 俄罗斯的坦克会飞起来 过这个小山后 其实都没有什么 你知道 这个是俄罗斯的T90这个坦克 他也要测试他坦克线 有没有看到 这个更厉害 他还可以入水 整个进到水里面 只有炮管在上面 你知道坦克车 其实有点难度 我以前在这个炮兵部队 你知道履带车量 要过水的时候 你一定要涂上厚厚的黄油 是 那你的这个 因为你如果不涂黄油 水进去 就整个拔掉了 进去了 有没有看到 慢慢就这样 整台进去了 整台车给你进去 他不怕爆销吗 当呼吸口这样子 直接就这样开给你看 而且他不是沉进去了 他还在下面继续行驶 慢慢走到另外一边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现在仔细看 画面上面 他慢慢这样 有没有像以前 我们看到日本忍者 拿着一个呼吸管 他不是 他就直接这样 就出来了 他人在里面 不会淹水吗 不然你弄这个 现在是遥控车的 对 他的防水的 这个防水性也非常非常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 事实上包含他整个 呼吸的那个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做的都非常非常的棒 那这个俄罗斯也会跟你讲说 我们的也很厉害 所以各国 大概都在很努力的研发 就是他们自己的 所谓的军事武力 跟军事的装备 那像看看我们台湾这边 那就看我们的国防部 怎么样去 做好这块的规划 没关系 做好规划 美国说 他们要卖给我们方正快炮 这个方正快炮 威力就这么强大 超级战阶来解释方正快炮 下一个方阵快炮的意思 有点类似像大科的机关枪 对不对 对 它其实你刚刚看到 它是一个旋转枪体的火神炮 旋转的 对 它那个枪体是旋转的 然后你看它是一个六管的M61火神炮 然后其中只有一个会喷出炮弹 但是因为它只要每一个炮管 转到那个发射位置的时候 它就打一颗出去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解释一下 什么叫这个方阵禁迫防御系统 什么禁迫防御系统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二战以后 对军舰来讲影响最大 或说是威力最大的什么东西 其实叫做反舰飞弹 对不对 反舰飞弹你要说怎么样来防 大家都还记得 因阿福克兰大战的时候 英国的那个雪菲尔号 那个驱逐舰 那个凌阳号的那个巡放舰等等 都被那个阿根廷的空军 用飞鱼飞弹把它放倒 对不对 那个时候那个美军本来要给 英国装上这个方阵快炮 但是还来不及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 我们的军舰 通常如果侦测到敌方的反舰飞弹 因为反舰飞弹它是怎么来呢 它发射以后 它都会沿着海平面 非常非常低的 低空飞 对非常低的低空飞 所以你这个军舰 能够发现到敌方的反舰飞弹时间 其实都已经很晚了 那这个即便发现 当然你也不可能做一代一代 对不对 你一定会让舰上的这个防御系统 要开始运作 首先的防空飞弹会发射 防空飞弹去打 防空飞弹打不到什么时候 你还其实还有舰上 还有五寸的那种快炮 对不对 你美军军舰还有五寸的快炮 朝那个方向 连续打几炮 还是打 还是拦截不到的话 那个飞弹继续飞 其实舰上的话 这个时候已经突破了 它等于说飞弹的 这个有效的防御圈以后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 最后一道防线 大概就是离船 大概两公里到三公里左右 就由这个方正快炮 来担任这个最后防御 它最后防线为什么 对 因为你看它如果掠拨来的时候 你看它这样 你刚才能看 才能几秒钟 会这样出去 好快好快 因为它每一分钟 大概可以打三千多发子弹 也就是说大概一秒钟 打个几秒钟以后 它其实大概 整个海面上去会布满 大概三五百颗炮弹 让它这个飞弹过来的时候 去撞到这个方正快炮 所组成的这个弹幕 因为你看它这个东西 它打出去 它是一个二十公里的机炮 但其实它是一种 就是它打出去以后 它是一种动能很高的子弹 所以让它那个反舰飞弹 飞过来的时候 只要有一颗 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子弹 一颗打中就中了 一颗打中 你那一个大的弹命中 你只要能够命中一颗 那个反舰飞弹 大概都不死也半条命 因为反舰飞弹虽然大 但是你知道 因为二十公里的这种动能弹 它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那像方正快炮来讲 它其实这些年来 它的实战效果也都不差 首先例如说我们知道 我们那时候 在汉光11号演习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一家 精英公司拖把机 拖的时候 因为当然通讯出入的关系 结果就被海军的成功舰 用方正快炮击落 那这一次美方 其实要卖给台湾 是一个方正快炮最新的改良型 你看我们这种传统的 方正快炮 它其实它有个外号 叫做R2-D2 现在星际大战电影又要来了 为什么会说它像R2-D2呢 你看 因为它这个快炮上面 直接那个白色的部分 里面其实就是 那个快炮的雷达系统 也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由那个快炮本身 直接雷达锁定以后 快速瞄准 然后快速把它拦截 那现在它有最新的改良型 叫Block-1B 目前目前 全中华民国海军只有一座 所以我们要再买 我们已经有 还要再买的意思 对 还要再买 大概要再买个20来套 那你说 这个Block-1B 跟之前我们买的 这个方正快炮 有什么不一样 进步吗 当然有进步 进步其实说差别还蛮大 为什么 因为传统的方正快炮 对不对 因为目前我们海军 或甚至有些海军 它把它装到哪里 你知道 你绝对想不到 装到高山的雷达站上面 跟高山雷达什么关系 因为你知道 如果有敌人的反辐射飞弹 要来打我们的雷达 先打的意思 对 它那个装在山上的 这种方正快炮 就是用来抵御 敌人的这个反辐射飞弹 最后一道防线 所以我们的军舰上面 还没有的意思 对 军舰上也有 然后高山上也有 都有 对 但是我说我们的这个 高山上的 我们这个 现有的这个方正快炮 它因为本身你看 最重要的是 它旁边没有这一套 没有这一套这样一个 光电瞄准系统 瞄准系统 所以它完全是靠雷达导引 所以它完全是全自动射击 这么厉害 对 它是全自动射击 但是呢 你说加了这个东西以后 它反而可以变成 用手动射击了 因为它有一个光电瞄准设备 那大家就问说 你全自动的好好的 你干嘛要这个没事搞一个 就是可以有手控的来控制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打小船 因为我们知道 这种东西是纯粹为那种 冷战时期 对方用反舰飞弹 去猎杀你的军舰设计的 但是这个等到冷战结束以后 真正对军舰来讲 最大的这个威胁 反而已经不是那种 传统的这个反舰飞弹 一些越狱的船就对了 对 可能是海盗 对不对 海盗第一个 然后偷抓鱼的 对 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呢 走私的 是那个 比如说绑了这个 一船这个炸药的这个小船 开过来 然后就在你的军舰旁边 一靠上来 砰 就给你炸掉了 自杀的 自杀炸弹的 这种东西对军舰来说 它反而的这个威胁性 所以手动的好 所以这个情况下 那个方正快炮 这个block 1B 它呢就可以拿来打这种 我们刚刚讲到这种小船 海上移动目标 直接从战情室 然后控制这个 用光电瞄准装置 控制这个方正block 1B的 这个快炮 然后去打 目前全中央的民国海军 只有一套 是装在那个 左营军舰的那个上面 为什么左营军舰有呢 因为那个当初 这个我们买既得舰的时候 军购节余款 还购买那么一套 我们就把其中一套换了 那当然了 你说美国有方正快炮 那战斗民族有没有 战斗民族也有 一定要有啊 是的 战斗民族啊 他叫AK630 AK630有个外号 蛮像的耶 对 其实你看 它也是一个 是六支啊 对 也是一个旋转枪节 对 那它的那个口径比较大 它的口径比方正快炮大 而且它是用一个小炮塔 那但是呢 比较不一样的 它呢 是用船上的这个导引的这个 等于说 船上的这个射控系统来导引 不是说 像美国方正快炮 炮上面直接加一个 直接加一个这个 那个雷达系统 你看 这个就是当年啊 那个有那不长眼的 索马利亚海盗啊 要去抢船 就抢到什么船呢 抢到俄罗斯的军舰 结果 结果呢 那俄罗斯人 其实他们也很大方 说啊好啦 这个反正在攻海上 抓到那个海盗 也很麻烦啦 你就把它放到船上去 让你们自己回家啦 结果来你看 俄罗斯人先用 100公里的大炮轰 哇 像轰整个水面上 都是锁水怪 然后你看 这些人要躺在那边的时候 你看 他在用机枪打 然后最可怕是用这个AK630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没讲 AK630的外号叫什么你知道 叫做金属切割机啊 所以金属 遇到他就整个切开了 对 就是说因为他打的那个弹 又快 而且他的口径又大 你一块钢板摆在那边 被那个AK630 噗噗噗噗这样扫下去 都会断掉 你看战斗瓶子 最后来拿什么 拿RPG啦 又轰的啊 对 你看那个船 都在冒烟你知道吗 然后拿RPG轰 起来轰下去 然后那个 海盗说真的你知道 当然海盗 也要懂一件事情 叫做机舰识别啊 不要去抢人家的军舰啊 小哥再请问一个 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 现在印度 他自己出来呛响 说呢 他们的潜舰 竟然可以把美国的 核子级舰打下来 真的有那么大的能耐吗 好的 这件事情 当然发生在最近 因为呢 美国跟印度 还有日本 他们一起在 孟加拉湾 举行一个演习 叫做那个2015 马拉巴演习 马拉巴演习 演习完之后呢 这个 演习完之后 没有多久 美国跟日本就 你知道大家都很安静嘛 然后美国的航空 已经也去了嘛 但是 最近传出一件事情 那个 印度的这个媒体 那个 等于说 把它曝光了一件事 曝光了什么事呢 曝光了 就是说 美国参与 这个马拉巴演习 一艘核动力前舰 叫做基督圣体诚号 它的基督圣体诚呢 是美国海军的 这个洛杉矶级级的前舰 第705号的这个舰 它从688开始 刷到705 居然呢 被那个 谁呢 被印度海军 一艘基洛级的前舰 这个是它的上一代 摆了当博物馆 那个基洛级的前舰 给它裂杀掉了 当然啦 你说基洛级前舰 其实厉害 还蛮厉害的 为什么 因为基洛级前舰 它其实呢 是那个 俄罗斯所生产的 这个传统的柴电前舰 里面最厉害的一款 基洛级的前舰 它素有一个外号 叫大洋 那个深海黑洞 这个深海黑洞呢 你说如果说真的 把这个美国的 这个前舰干掉 当然 我是觉得 以基洛级前舰 它其实是发挥了 它最大的长处 然后去 在那个基洛级前 美国的洛杉矶前 可能最弱的一环 去发弄攻击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消息传出来 还是让人家觉得很怪 为什么 因为印度 你说它的海军很厉害吗 它的船很多 它的军舰很多 什么没有错 但是 如果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 还有印象的话 之前印度还发生过一件事 一艘基洛级前舰 在港边充电充电充电 结果弄到电池氢燃烧 然后整个船烧掉沉没 好巧 而且还把那个船上面 鱼雷都给引爆了 对呀 那个这种事情 也是印度海军干出来的 然后你说它能够把 这个美国海军的 这个最厉害的 这个潜舰之一 洛杉矶级的干掉 也真的说真的 还是蛮让人眼镜一亮 到底真的还假的 洛杉矶级前舰 你看这个像画面上来讲 这个是洛杉矶级的后旗型 那这次这艘叫 基督圣体城 它是前旗型 那以美国海军的 这个潜舰的 这个竞速性来讲 就是安静的程度 现在最安静的 当然首推海狼级 海狼级再来呢 是美国最新的维吉尼亚级 是维吉尼亚级 后面呢 是就是那个 那个二亥二级的 那个核动力的 那个弹道飞弹潜舰 最后呢 就是洛杉矶级 所以说真的 这一台不够安静 对 因为那个核动力潜舰 其实它本身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要维持 它的核那个反应器的运作 所以它一定会有个 很规律的一个噪音 那不够安静就被发现 但是要这样讲 没有错有可能 是有可能 那但是你说 那个基落级潜舰 你要怎么能够抓得到 它有没有很吵 它还是它很安静 我跟你讲 应该这样讲 就是基落级潜舰 因为它是一个裁电潜舰 这个潜舰 它整个运作的原理是 它一定要有一个发电机 就是一个原动力场 发电以后 然后把它发的电 导到一个电瓶 然后电瓶再导到 那个电马达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原动力场 就是那个主机 对不对 能够让电瓶充满了电 主机就关起来了 那主机的话 就不会有发出声音 这个时候 裁电潜舰是非常安静的 那但是核动力潜舰 它的那个主机 核反应器要一直转 因为你没有办法 说关就关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那个当时 那个基督圣体城 它在孟加拉湾 在找这个 印度的基落级潜舰的时候 怎么找都找不到 那这个时候呢 它在那个水下航行的时候 它那个因为 像那个 我刚刚讲了 它这个 印度的基落级潜舰 它本身很安静 所以它可以用一个方式 叫做中旋 也就是说 它在孟加拉湾 它定一个深度 然后让它那个船 在深度那个地方 就停在那里 就是我等你来的意思 手足带兔 你讲对 那个叫手足带兔 就是裁电潜舰 它其实在近岸的 这种环境下 它用手足带兔的方式 的确有可能 列得到 那个核动力潜舰 但是说真的 那如果说 你的海岸线长 那你要多少艘的 裁电潜舰 才能干到这样子 说的也是 因为演习 大家区域就这么大 所以它可以这样做 那它比如说 在那个地方 等在那里等着 然后美军的这艘 基督圣体称号 从它旁边过去 因为它在找嘛 它就故意 只要它不发出声响 那因为潜舰这个东西 它本身 大家都不会用 主动声纳去拍 然后因为主动声纳 一拍 崩下去 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哪里 所以这艘美军潜舰 它本身也没有用 主动声纳 那它也是用 被动声纳去听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裁电潜舰 它不动主机 它在那边中悬站的 就没有声音 那它等于说 它从前面过去的时候 印度就说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本身 有装置一个新的 就是整个声纹比对系统 很厉害 我们的潜舰的声纳 听到了美军的潜舰 从我们前面攻击的时候 我们就把路径 弹道 重动动作 我们就做下了 发射的这个纪录 那当然了 基督圣体称号 就被基督级潜舰 手术再次给干掉了 演习嘛 演习到后来说 我们就在把它干掉了 对 不过这个消息 也许被校尔哥打枪 但是如果我是印度的话 我还觉得蛮爽的 因为至少我瞄准到你了 对 至少就是说 其实我说真的 这个部分来讲 你说以印度海军 真的那么厉害能做到 还真的让人觉得 有点不可思议 另外不可思议 来看飞机好不好 是 听说连英国的台风战机 都被打下来 真假的 这个有可能 那个台风战机 其实说真的 它是那种所谓的 那个现在欧洲的第四代战机 也就是说 美国的这种第四代战机 它从F-15 F-16之后 到它发展第五代战斗机 F-22 或说原型机F-23 F-35 这一代呢 其实那个双方 就彼此对于发展下一代战机 其实产生了很大的这个起义 整个那个欧洲 甚至于像 不管像那个瑞典 瑞典它做那个 AJ-39 勾会兽 英国 那个英国做台风 然后像那个法国做哈法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特点 他们其实呢 都在美国 1980年代做一个研究 叫做那个HIMAT 高机动 那个性能展示的时候 他们发现 用一个三角翼 然后呢 把飞机控制 抚养的这个 水平安定面 拿到飞机的重心之前 这个时候啊 你飞机的动作 会变得非常灵活 那所以后来就 大家通通都走上这条路 连包括像以色列的 那个哨师啊等等 后面中国大陆 都学他 都学他 因为他这样的话 他的飞机本身 机动性就很好 那苏30MKI 你看他这么大一个飞机 对不起 他机动性比他更好 为什么 因为第一 你有了前置翼 对不对 苏30MKI也有 你这个飞机 是用一个 那个固定喷嘴的 这个发动机 对不起 它还是可以变的 它是可以变的 它有向量喷嘴 屁股会动的意思 对啊 屁股会 看你喷什么方向 对 所以它这个飞机的动作 非常灵活 我那时候 99年在巴黎看过它 这个飞机在我们面前 做出像大狼头 包家欺负 眼睛时做得轻松愉快 当然最后还表演了 低空擦地坠毁特技 对不对 但是这个飞机本身的 那个机动性性能 是没有话讲的 所以呢 碰到台风战机碰到它 其实台风战机 不止碰到那个苏30MKI 包括像那个谁呢 法国的哈法 然后美国的F-15 F-16碰到苏30MKI 通通都被KO 这才厉害 因为它的机动性能很好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双方一比 比换成比电子设备 比空对空飞弹 那对不起 苏30MKI 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另外我们进行考古系列了 没有想到说 这个天年古墓的尸体 棺材被挖出来之后 我连想都没有想到 俊老师 听说被挖出来这个尸体 还会发出声音 发出声音的声音 是不是声音声 其实我们待会再跟各位解释 其实重点是 有声音 这个声音声音很多种 对不对 有这个在家里跟这个在外面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分清楚了 那其实 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墓葬本身 这个墓葬事实上是在 这个江苏的连云港 这个地方发现的 那在江苏的连云港 这个地方西南方 大概7公里左右 据说当时是一个 这个正在挖路的关系 所以一个怪所工人 就开了那个车 嘎嘎嘎的挖那个路 所以一挖 下面做了一个坟墓 那当然按照中国大国那边的 无物管理的办法来看的话 你挖到坟墓的话 就立刻要通报 所以一通报以后的话 这考古队立刻赶过来 假如是帝王都不可以挖 不只帝王不可以挖 下面挖出任何东西的话 一定要往上通报 允许公家财产 这个工程要暂停 那你是国家财产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这一个考古队过来 整理以后的话 后来赫然这个地方 发现一座 非常重要的一座 汉代的墓葬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地方发现的时候的话 据说一开始 怪手挖出来的 事实上是很多很多的木板 这个树者 这个立在这一个土里面 这样子的 是立在土里面 种进去的 是一排树的那个木板 立在这个土里面 那考古队一把它清出来以后的话 赫然才发现说 这个不是一座墓葬 事实上是四座墓葬在一起 那怎么讲呢 事实上它是一座墓葬 叫一穴二果四关 什么时候一穴二果四关呢 就是一个洞里面 有两个大的区块 两个大的区块 在各区 分为两个小区块 在四个区块里面的话 放了四个棺木在里面 那当然了 按照考古学家的这个习惯 是看到棺木的话 每一个人都要开关验尸 对不对 确实是谁 到底是谁 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 第一个棺木打开以后 烂光了 什么都没有 第二个在开以后 里面烂光了 什么都没有 第三个棺木 就是编号为三号棺 在开关那个瞬间 你知道吗 那个铁锹 才把那个什么 那个棺盖敲起来 那个瞬间 结果看到里面 那个棺木里面的话 有大量的 所谓的这一个棺液 什么叫棺液 就是说里面 是有水在里面的 所以其实尸体 没有跟大力融合在一起 都是在那个水里面的 而且一开始 没有看到那个水里面 有尸体 尸体泡到水里面 那这个尸体不但泡到水里面 而且一开始 我刚刚讲说 开关那个瞬间 没有看到尸体 然后在这个 打开棺木的时候 那个尸体在 啵一下子浮上来 你知道吗 在那个瞬间 全部都是下呆了 就是啵一下上来 就出现声音的声音 就浮上来以后的话 就发出了 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声音音声的话 或许有点夸张 有声音是对的 当然这个现象 把所有很多吓呆了 那重点是 后来在经过检查过以后 发现这座墓葬 事实上 距离现在大概2000多年的时间 那年代来看的话 应该是汉代的墓葬 如果汉代墓葬来看的话 到目前为止 发现棺木里面的尸体 没有烂掉了 这是第三个了 是第三个 它为什么没有烂掉 为什么没有烂掉 到目前为止还没办法 这个有很科学化的解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重点在这个地方是 我们在这个图片里 看到这一个 就是那一个 还没有这个腐烂的尸体 当然它不会好看 告诉各位 这一具尸体在这个 官邑里面泡了2000年 大概你知道吧 就像那个 梅干菜那个样子 所以其实 这是已经算OK的 这样子的 那重点是 在检查数据尸体的时候 找到一个印章 就是这个印章本身 那这个印章的话 它的印文在这个地方 印文写的是这个 林氏惠评 因为有印章的关系 所以确定身份了 确定身份 而且名字都有了 这叫林氏惠评 那右边那个图片的话 是根据人口 这一个女师的 这个什么 那个这个骨骼 所做的这个3D重建图 所以它可能长这个样子 不过各位别想太多 因为这个做3D重建图的人 通常有点这个 当然要美化一下 一定要的 有点像是用iPhone 那种感觉一样 知道吧 这个就是美机模式 修图一下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概打个7折 到6折左右 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呢 这个林氏惠评的发现 其实对于考古学校 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 第一个 这个印章本身 这印章本身很特殊 因为这个印章 如果你把它翻过来看的话 这个印章的背 就是那个盖子上面的话 是一只乌龟 那乌龟印 就是乌龟钮 就是上面那个钮 是乌龟钮 乌龟钮呢 在旱代的时候 只有做官的人才能用 而且他这个做官 还必须什么知道吗 这个你每一个月 大概是领200到2000 弹左右的这个官员 才能用的 那这个官例呢 这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等级的这个官例的话 大约是等于 在旱代的时候 太守等级的官员 才有这样的印章 被封猴就对了 这个封猴就对了 所以其实 这一位女性 她其实不是一般的女人 她可能是因为 这个可能是本身就是做官的 女部长 或者是官夫人之类的 是 那这个事情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女性做官 而且是太守等级的官员 又在江苏连云港 这段被发现 所以这个事情就引起很多的讨论 第一个 为什么他没有烂 第二个是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呢 这个墨葬本身 会在这种情况下被发现 那我们现在讲说 第一个 他为什么没有烂这个问题 其实考古学家在检查了 这一个墨葬的时候 检查那个官液 因为官液是关键 就是里面那个水是关键 他们检查在官液的时候 发现说 这个里面的水的这个酸碱值的话 就是那个官液酸碱值 大约是PH7.55左右 简单来讲是微检性的 那这个微检性的官液的话 就很怪异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以前发现的汉代的这个什么 那个墨葬 像是马王堆那个 没有烂掉的话 那是因为 它的官液里面 那个是酸性官液 酸性的官液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让细菌繁殖的 可是检性的官液 事实上是非常适合细菌繁殖的 但是它竟然没有腐化 它竟然没有烂掉 这就很奇怪一件事情 如果说官液适合细菌繁殖的话 它没有烂到底是什么原因 当然没有烂的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检查出现 所以考古要理解 这个是什么水 那个水是什么水 这个是进行调查就对了 那这个第一个调查的重点 那第二个调查的重点是 它到底是谁 就是说这一个所谓的林氏惠平 因为林惠平是他本名 林氏是他嫁给一个姓林的家族的 那我们知道 在江苏连云港这个地方 在汉代的时候 是属于东海国的这个辖区 而林氏家族 原本就在东海国里面是做官的 所以其实可能是这个家族 什么惠平的这位小姐 他嫁到姓林的家族里面去以后 可能这个原本他的丈夫是个大官 所以他后来被封了一个 相等于太守等级的一个 这个官军在身 而且更有趣的是 我刚刚不是讲说 那个墓里有四个墓吗 对不对 这四个墓的关系应该是 这个老公就是那个先生 这个是太太 现在怎么知道吗 可能还有两个儿子在里面 两个小孩在里面 所以是一个家族的四个墓在里面 所以其实重点不在于他本身 而在于说他旁边那三个墓 如果可以找到更多证据的话 或许可以知道说 他到底究竟是什么样身份的人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地方是 这个墓葬在挖掘出来过程里面 发现说整个墓非常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以这个林氏惠平 他这个所谓的 相等于太守等级的官员的 这一个来看的话 那么整个墓葬里面 总共只出来81件的陪葬文物而已 不多耶 所以81件的话 非常非常少的一个数量 因为我们知道 马王堆旱木 一挖出来有4000多件 可是这只有81件 连破百都没有 所以他连百都没有 这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墓葬的规模 又很非常的简单 我发想简单是说 这样一个做官的官员 不太可能说 四个人埋在一起 可是他明明就四个人埋在一起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这个墓在做的过程里面 做得非常的匆忙 非常的简易就对了 所以一定是当时发生 某一件重大的社会事件 导致说这个家族成员 冲促的下葬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目前已经被他标记为 连云港双龙墓葬的这个墓葬 事实上还有大家研究 但是重点是 这个墓里面 出外这一个千年卫府的女师 对考古学家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值得 振奋的大事 猴子先要不要紧 这一群泼猴 仗着猴多是重 他把你的车子拆掉 当玩具来玩 我们再来看这群猴子 真的实在太活泼了 其实我们人类 哪怕人坐在车子里面 都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对 你现在在看影片 你会觉得很活泼 可是我跟你讲 如果你今天是车主 我气烦了 你也中邪你知道吗 这个是在英国的一个 朗特利的这个野生动物园 你可以看到照片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些猴子们呢 非常的可爱 他连衣服都拿出来穿 是是 但是这衣服不是他的 这个球也不是他们的 因为他们直接的 你的车子如果开到 这一个野生动物园的话 你可能要小心一点点 就你如果把车子 停在那个地方停久一点 你会看到什么叫做战车为王 而且当王就算了你知道 因为猴子其实有些智慧 他们可能太 跟人类的车子相处久了 都已经知道怎么样去 开关在哪里 他那个行李保在上面 没有错 所以你看他直接把你的拉链拉开 撒锅给你拿出来穿 你知道 薑也给你拿出来玩 你有看到吗 而且更厉害的是 他还给你拆车 拆车 拆你的车子 你知道 那个小孩子的玩具 万寿之王 你敢不敢这样 敢去手 像话吗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非常非常的灵巧 所以就拆车子都来了 那不是赖教授的车吗 这个连财车户都来这一套 结果你知道吗 一般来讲 我们看到之后会觉得疯 你看他拿着那个 可能是要拿去给赖教授这样 英国的现代汽车公司 他就想到说 这个废废这么厉害 我们来拍一个广告片好了 所以我们的车子 都没有兼顾是这样吗 为什么你知道 我们讲实话 人的行为很好揣测 对不对 像文瑶看一表人才 大概不会做些坏事 可是如果小孩子的时候 你怎么会知道小孩子干什么 我们看到小孩子没带记者给你拼一下 英国的这个汽车公司讲说 来来来 我们把这一台车子 就开到刚刚那个 诺斯蒂的那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去 这一根玩 沸沸好可爱哦 去搬你的汽车雨刷 沸沸好可爱哦 坐在驾驶上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要 因为沸沸的行为模式 你没办法理解 是 小孩子的行为模式呢 你也没办法理解 的确 所以他藉由这些 你可以讲的话搞破坏的过程 或者在上面恶搞的过程 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讲什么 我们的车就用了 哎呦还舔那个方向盘你知道 我们的车很棒 我们的车子可以经得起磨练 我们的车子可以经得起 沸沸这样玩弄 那你的小孩子在里面呢 也会非常非常的安全 稍微带您前进到非洲大草原 看到是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 世界如此啊 弱肉强食 好可憐的小动物啊 对 这样的一个戏码 每天在大战上演 那这次呢 是有一个摄影师 他在那个非洲大草原啊 然后拍到这么一个画面 那在这个风和日地的 这样子的一个非洲大草原里面的时候 他们看到一个黑斑林 这个黑斑林有没有 这只羊有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 就被一群猎狗 叫追的 追杀他 他跑到河里面去啊 逼到勤飞得也的情况下 就是跳到整个湖水里面去 是 那跳进那个河水里面去之后 就没想到有没有 又遭遇到了两只河马这样子 河马要来吃它 欺负它 原则上 河马是草食性的动物 但是呢 有少数 他们曾经有猎杀过这个 这个羊羊这样的一个记录 欺负它玩它 真的是 但是呢 大部分它都是属于吃的 那河马是属于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物 所以平均那个非洲大概一年的话大概差不多三千多人是死于河马这张大嘴 其实在这个非洲里面的这个湖水里面河水里面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鳄鱼在里面 那这个鳄鱼的话你只要稍微不注意你看到没有 一下子从后面再咬下去野猪 我懂你意思 野猪被中狗追 也被追到河边了 是 那它被拖进去了 鳄鱼的它本身来讲的话 除了它的下额很强 很强之外 它咬合力很大之外 它其实还有一个叫死亡翻滚 所以鳄鱼你咬到猎物的时候 它是把它拖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不断在翻滚 把它转晕了 不是转晕就直接淹死它 直接淹死它 你在陆地上的动物的话 你没办法能够在水里面呼吸 那鳄鱼的话本身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在沉水上面的一个生命力是很强的 它把猎物咬到的时候 它就是把它拖进去之后 然后来做它死亡翻滚这个动作 这是野猪本来想说 猪狗应该不会吃我了 结果没有想到 最后是死在鳄鱼之下 一个叫命好 一个叫命不好 这次我们的野猪 三命是不太好 前面逃过了野猪的这样子的猎杀 然后躲到了水里面去的话 没想到后面有没有 这样有鳄鱼 前面的这个样子的黑斑鱼 这代表就是说 它今天运气很好 但是下次不保证 这一次的话 这个野猪被吃掉的话 那只能讲就是说 那就让这个鳄鱼保餐一顿 至少鳄鱼 那只鳄鱼它活下来 那当然野猪就上命 不过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两起不同世界面 最大的输家是这一群